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习惯照顾到别人 所以公共区域的卫生基本上都是我顺手就收拾了 包括偶尔做饭 每个月交水电费等等 有几次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你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呀 不然万一我长时间不在家你怎么办呀 他总是撒娇说自己不会 也就作罢了 直到有一次我出差了一个星期整 早晨的飞机落地之后回到家 打开门的那一刹那 我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 客厅里外卖袋子和餐盒丢得到处都是 还有油渍都躺到了地上 卫生间里的垃圾桶塞得满满当当的 还有很多都扔到了地上 地板上全是脚印 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 他顺眼惺忪地从自己房间走出来 伸了个懒腰对我说 啊 你回来了 家里终于又要变干净了呢 我有些受不了 问他 你就不能稍微收拾一下吗 随后放下了行李出门吃饭去了 可谁知吃饭的时候刷朋友圈 发现他更新了一条动态 果然是日久见人心 呵呵 有一瞬间的冲动小给他点个赞在评论个微笑里 但还是忍住了 也该庆幸他发了这样一条动态 让我彻底看清了一个人 我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在第二天开始就看新的房子 以最快的速度搬离了 经过这件事 我清楚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善良是本性 但要有锋芒 不计较回报的付出 最后收获的大多是寒心一场 迁就 得给值得的人 才不会被辜负 有一个小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讲给你听 A和B是好朋友 A不喜欢吃鸡蛋 所以每次都把鸡蛋给B吃 给了好久之后 有一天 A把鸡蛋给了C 结果B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不给我 B忘了 那个鸡蛋原本就是A的 给不给 给谁 都是A自己的选择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 斗米恩 淡米愁 你对一个人牵绊好 可只要有一次没有让对方如愿 换来的就是翻脸和生气 你以为无条件地对一个人好 是自己喜欢对方和珍惜 这段感情的表现 但是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越来越不把你当一回事 让你帮着做什么事情 一找你你就答应了 做错了事让你不开心 一道歉你马上就原谅了 那么时间久了 在对方眼里 你就是应该百依百顺 什么伤害都能接受的人 对方自然也就越来越不顾忌你的感受 人各有性格 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 有些人不但不会因为你的付出而心存感激 反而会把这当成漏洞 各种利用你的宽容心理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闺蜜也曾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她家在内蒙古 每次假期结束都会带牛肉回来分给寝室里的摄用 牛肉沉不熟而且很贵 但是闺蜜觉得都是好朋友 带点特产一起吃 大家开心就好 然而有一次她去其他城市旅游 开学的时候直接回了学校 没有再专程回家带特产 结果寝室的一个姑娘用略带质问的口气问她 为啥这次没牛肉呢 闺蜜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还是好生好奇地解释了 说没来得及 结果对方却不依不饶 嘿哟 你就是没有诚心给我们带吗 否则早就背着了 一向好脾气的闺蜜气得浑身发抖 和对方大吵了一架 没成想 对方事后还很委屈地出去对其他人诉苦 我就是开个玩笑吗 她至于吗 后来闺蜜跟我说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越来越自私 一定是被这种人逼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不是不够友好 而是感受过那种难受 掏心掏肺地对一个人好 对方却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被伤害过 就不愿意再付出真心了 古人说 恩仪自淡而浓 先浓后淡者 人望其慧 威仪自言而宽 先宽后言者 人怨其酷 就是说 对一个人好 要循序渐进的 如果一开始就展现了自己的全部 之后你稍微松懈一点 对方就会忘记你的好 就像新冠上任三把火 最开始严苛一点 慢慢地去结交 对方反而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人 最薄不过感情 最凉不过人心 我们都是大人了 不能像个小孩子一样 一股脑了把糖豆分给别人 你要懂得分辨 谁才是值得你真心付出的人 对于那些不懂珍惜 一味索取的人 不必纠结 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没什么不好 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 该生气的时候就生气 别勉强了自己 还助长了对方的气 要知道 你是这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你 有那么多人疼你爱你 不是为了让你对谁委屈 讨好 酒喝六分醉 饭吃七分饱 对一个人好 别超过八分 对别人好之前 要记得心疼自己 愿你每一份付出 都能受到感恩和回报 愿你的每一份心意 都能被读懂 被珍惜 记得要把真心和付出 都留给值得的人 母亲爱的一份心意 都能受到感恩和回报 都能受到感恩和回报 都能受到感恩和回报